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是 动眼看热闹 这是我们主笔美艳动人的动眼神经 哈喽 大家好 范姐 我今天要讲这个新闻 跟你 嘉玲 还有我三个人都有关系 我们三个共同的特质 就是天生丽直色 今天条新闻跟美女有关 不是啦 是我们三个都有养宠物 这是一个跟宠物有关的新闻 当然啦 我们家有两只狗 我是带她们搭飞机从美国飞回来的 那嘉玲一家是一只狗 那你们家是一只狗 一只猫 其实这位戴台的记忆力还没有退化 还不错 不过讨论之前我要先问问你 你家的狗狗 我记得是雪纳瑞吧 他们是怎么来的咧 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家的这个萌营 丽莎是雪纳瑞 那Chunka比较复杂一点 她小时候是雪纳瑞 长大又变马尔基斯 还会变得真的 对 OK 他们都是我朋友送给我的啦 他们一家三代我就认识喔 很可爱 虽然是这样子啊 因为其实这几年啊 台湾的动保意识 抬头 尤其是纪录片12页 他在倡导这个领养不弃养的观念之后 越来越多人会开始实践这个 以领养代替购买的精神 所以我身边很多洋虫 我的朋友养的大多都是米克斯耶 米克斯是指Mix嘛 就是混血种的意思 对 Bingo 像我家的猫啊跟狗啊 都是捡来的流浪猫狗 像莱恩啊 他是在巷口被黏鼠板黏到 因为他太小只了 那嘉玲的狗狗 则是去收容所领养的哦 的确哦 现在在路上啊 还有收容所里面 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动物 如果没有人去领养呢 这动物就越来越挤哦 那这个空间大概就会变得越来越差了啦 你们两个真的非常有爱心 所以啊 为了解决这个收容所的问题 以及肚子的繁殖动物所造成的 不容道对待 美国加州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 禁止宠物店贩售 非货就有动物 也就是说啊 宠物店里面贩卖的这些 猫啊 狗啊 兔子啊 只可以来自 动物收容所哦 这影响很大耶 那宠物繁殖场 岂不是都要关门大吉啦 是啊 这项措施也受到 美国犬业俱乐部的反弹 他们认为说 这会影响到宠物主人的权益啊 毕竟来自收容所啊 避难所这些 的品种猫狗的比例 就大幅降低 说实在 这喜爱名犬错了吗 你知道这个Westminster的Dog Show 它的收视有多好吗 我也是忠实观众 每年过年必看 对啊 其实喜爱名犬的啊 喜爱米克斯啊 都大有人在嘛 所以这个就是 加州未来要面对挑战之一哦 整个产业被抽掉 可不是一件小事哦 周全的配套非常重要 其实你看 去年苏贞昌在竞选的时候 他光是提出 以领养代替贩卖的证件 证件而已哦 就遭到新北市 宠物商业同业公会的抗议 他们说 没有一种生命是可以被代替的 品种犬也应该要跟 米克斯享有一样的生存 繁衍的权利 也是啦 你看哦 这个毕竟还是有很多正派经营 手法很爱动物的这个繁殖场啊 没有错哦 一样是想要禁绝这个虐待动物的繁殖场 英国则是将在今年会去通过这个禁止第三方 也就是宠物店 贩售这些不到6个月大的猫狗 那这条俗称叫做露西法 诶 我知道 其实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 2013年的时候呢 有一只叫做Lucy的查理斯王骑士犬 从繁殖场被揪出来 那时候呢 只有5岁大Lucy被迫不停的怀胎 再加上长期关聋的这个恶劣状况哦 所以Lucy不只是这个脊椎弯曲哦 子宫感染等等问题 还有癫痫的状态呢 那么隔年呢Lucy死了之后呢 很多动保团体呢 就联合发起Lucy法案联署的这个活动 希望能够禁止第三方业者贩售幼权 我真的觉得最可恶的就是那些 非法的宠物繁殖场 都把猫狗当成身材的工具 短时间内不断让他们怀孕生子 又不给他们足够的时间陪伴宝宝 更可怕的是 很多无良的繁殖业者啊 都是尽兴繁殖这个品种猫狗 害他们很容易会去生下来这个 有遗传性疾病的下一代 没有错哦 这个我是身为次主哦 你可以去收容所领养宠物 或者是找合法经营有牌照的 这种宠物店 而且一定要问问他们的 爸爸妈妈是谁 繁殖场在哪里 是不是合法哦 不要成为虐待动物的帮凶 对 不过还是希望 如果大家可以领养 就去领养啊 毕竟不幸的猫狗都在收容所 等待一个充满爱的新家 那冲绳当地有一间知名的宠物店 叫Petbox 虽然多年来他们有贩售宠物 那宠物的来源都是 良好生长环境的繁殖业者 那卖出的时候 他们也都会跟客户去确认说 这个环境是适合领养宠物的 不 他们今年呢 决定要停止贩售宠物 因为他们觉得说 可能他们卖出一只猫狗 就会让收容所里的猫狗 少了一个被领养的机会 离安乐死更进一步哦 我有听说哦 这个网路上的部落客们 都推荐了这一家 冲绳必去的宠物店 那这家大型的宠物店 以身作则 打造一个没有不姓猫狗的社会 真的要给他们拍拍手 说到宠物店呢 其实台湾现行的 特定宠物业管理办法 也有规定哦 所有的犬猫买卖行为 都必须是领有 特定宠物登记的合法繁殖 或买卖店家 而且这个新法呢 是去年的10月上路的 所有业者都需要 依法换照 所以像是 贩卖空间啊 饲养照顾啊 医疗方式等等 各方面都要比照国际标准哦 这样要换照 其实还蛮聪明的啦 因为可以趁这个机会呢 重新检视业者的营业状况 也让政府有 能够更有效的 这个管理宠物产业 没有错哦 其实新法也有规定哦 所有 繁殖种犬猫 都需要去植入晶片 劣策追踪 从他们 出生到死亡 业者都必须要上网登记 希望这样一来 可以减少恶意气养 或虐待的状况哦 对 打击不人道的宠物繁殖业者的方式 各国采取的方式不同哦 领养不弃养的概念 也越来越多人知道 那么你对于宠物收容 跟买卖议题 有什么看法呢 非常欢迎您上网来 跟我们一起讨论 马上回来 降业